最近網上流傳了這一個叫做國際孤獨等級表 我們講講 第一級就是一個人去超市 第二級就是一個人去吃飯 第三級就是一個人去咖啡 我覺得頭三級都好像很流流的 很平常 到第四級開始有些材料 第四級就是一個人看電影 我就試過一兩次 第五級一個人打火鍋 開始有點毒 來到第六級真的頂不住 一個人去唱機真的是一件好毒的事 雖然說一個人唱機是好毒 但是如果有支最近很熱的唱機神器一起玩 那有不同的說法 今次我們就拿了這一支 和這一支近期比較熱的唱機神器 來跟大家試一下 現在在街上買到的唱機神器 大概有四到五個牌子 不過它們主要分為兩大類 第一款就是這支雙喇叭的唱機神器 這支比較大一點 另外還有一支小小的就是單喇叭 其實唱機神器並不是什麼很新科技 或者很厲害的產品 其實它只是一支藍牙喇叭 然後加一個收音咪 然後配上一些唱機的app 就可以在家裡玩唱機了 好,我們首先講講這支比較熱的咪 它叫Q7 它上面有兩個喇叭 所以用的時候會比較大聲一點 除此之外,它反過來這邊 它就有一堆按鈕 可以讓你調到高音、低音、音量 甚至Echo都可以調到 另外這一支 叫做… 先看看 它是誰的名字 K088 大家看到了 真的會比較細小一點 功能都是差不多大同小異 不過… 它就是… 咦,我開場數了 先關掉 它就是單喇叭 上面只有Echo和音量可以調到 沒有那麼多東西玩 但是兩支咪試落都差不多 都玩到有唱機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這一支比較細聲 而這一支唱出來的聲音是厚一點 缺點就是比較重一點 很好笑 而芝山性病 不會不會這麼痛悲 明天生性病 沒有也不敢透盲你 而芝山性病 其實獨得一個更開心 洗冷氣過 其實獨得到萬流在間 吸把我 肥仔一遍下去 就連無單車都失去 叫朋友過來救命 換來一下給他 再叫當助成績的引低了他 上大網要入獄山春 其實兩支唱K咪本身沒有什麼玩 主要要靠… 其實是靠APP來唱歌才好玩 目前現在iPhone那邊主要有兩支APP 一支叫做天愛K歌 另一支叫做全民K歌 另外Android這邊主要是靠一支叫歡歌的APP 其實用法都是大同小異的 我稍後就會用Apple那邊的天愛K歌 來做示範給大家看 這一類的APP其實玩法都差不多了 剛才說過 本身都是內置了大量的K歌 可以被人下載的 除了這個點唱功能之外 他亦有不少東西玩的 就好像… 你看到發現 他有些朋友圈、歌友圈 其實玩法都是類似一些SoSoApp 可以讓你下載了一些歌 你又唱歌、拍MV 放上網上跟別人分享 社區上面可以見到其他人唱歌 剛才下載了一些歌 現在就會在異點光曲裡面 就看得到 我下載了一堆 我隨便選擇一個… 我剛才唱過的河宇成 轉了進這個畫面 下面這位置有一堆功能 可以升Key、降Key 另外也可以按原唱是怎樣的 玩樂都幾多東西玩的 另外可以提一提 因為我現在用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鏡頭 其實如果大家懂得玩 甚至可以把這個鏡頭 播放大電視 那你唱Key的時候 就更加有唱Key的感覺 很多人都會問到 如果兩支麥克風 如果想合唱可以怎樣做 大家當然可以買兩支麥克風 不過就會有一個缺點 因為如果用藍牌配這兩支麥克風 只會其中一支麥克風 可以收到半唱的音樂 另一支麥克風 由於它不能配搭 所以只可以用這個麥克風 這麼清唱 玩樂就沒有這麼過癮 所以還有另一個方案 就可以把這個麥克風 可以加上一支3.5mm的耳機 分插 你只會把它插在電話上 然後用這兩支麥克風 跟機給你的USB 轉到3.5mm的插頭 這樣就可以做到 唉呀,讓我先組一組 就好像這樣 這個插了麥克風 另一邊又用這條線 只要設定是這樣的 那你就可以一部手機 出了兩支麥克風 都可以有過場度 雖然這兩支麥克風 出了也有一個多月 不過現在仍然賣到很好買 賣到連街邊的小販 都有賣 我見過 但是價錢就比較海鮮 好像這支Q7 剛剛出它一度炒到到900元 左右 現在下了少許價 價錢 約400元到600元 就像我現在手上這支 我自己本身是在工廠廣場買的 我就看了幾間店 有一間是430元 有些就賣到490元多 最貴的 我見過是590元 大家買的時候 可能自己都在附近 多看幾間 就會好一點 說回這支 小隻的便宜版 它的價錢就沒有那麼大 就是範圍沒有那麼大 大概是200 至350元左右 雖然這兩支唱卡咪 是挺好玩的 玩下去都有唱卡 感覺 不過有一個潛在的問題 就是它始終都要靠這些APP 才可以玩到 但是那些APP 它裡面的歌 很多都是沒有版權的 萬一那些唱片商要去攪拌的時候 其實可能全部都會沒有得玩 我自己試過 試唱的時候 就找過 其實周杰倫的歌 是這支比較多人用的APP 叫做T9K歌 就已經全市沒有了 所以真的不知道可以玩到幾時